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察 先来请教丰盛老师 好了 感谢政委 各位记得吗 昨年礼拜三大盘是跌了111点 各位 外资是卖了接近200亿 卖了175亿 你会相信今天的台湾股市猪洋变色 大涨了258点吗 我看全市场只有蔡老师坚持的认为 大盘养空之后就是走嘎空 而且关线数字就在15147 我每天都跟你这样讲 是不是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跟我跟你讲盘的原则 完全的一个mage 完全的相符 为什么 台股多空无常事 你今天一天到晚 都在数字里面做文章 其实是不对的 就像今天大盘涨258点 你高兴吗 你高兴 你为什么高兴 因为你可能有压队到股票 你赚到钱 那你不高兴呢 可能你今天盘涨那么多 赶快去买 买到网通股 对不对 所以呢 独自憔悴就是你乱追股票 所以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不要再去管多空 多空对你没关系 对上头的人有关系 总统要烦恼 行政院长要烦恼 金管会要烦恼 对不对 零零种种的要烦恼 就只有投资人 你不用烦恼 你要的是 你要买到产业 各位是不是台股多空无常事 产业选股见真章 蔡老师这样讲 不是代表我看不懂大盘 蔡老师大盘的一个准度 你自己应该评分 应该全市场没有人能够比蔡老师更高的 各位是不是 所以仔细听起来 这个盘是不是都在如我们预料当中 先把蔡老师的祝福放在你心里 祝福你跟你家人平安健康 我每天都跟你说的 叫做盘面上有传达出意识 你一定要了解 就如同昨天的大盘跌了111点 那也挺好的 不然今天怎么会大涨 各位是不是 本来就是盘中就随时有可能会洗盘 所以蔡老师为什么盘中收盘前 还有礼拜一到礼拜四晚上6点57分 跟你讲三段 哪个同业能够这样做 这没有真实力 有办法这样上节目吗 我问各位 我现阶段在东森做节目已经满四年了 各位是不是 所以上礼拜的台股是不是最恐慌 我跟你讲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你准备了没各位 你准备了没 演习的时刻 我说任性之导 人家说是台湾 那台股就是任性之盘 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你说老师我在演习 在外偶边 我对台湾股市都没有信心 是这样吗 台湾股市还不是人家钱买上去的 股市跌就是人家股票倒出来的 说半天就是人为在操控 不然国安基金说护盘怎么会有效 听懂了没 各位 所以你看昨天大盘8月10号跌了111点 最低跌了159点 你在怕什么 蔡老师昨天是不是这张图给你 6月30号这里 为什么要逼死国安基金出手 因为6月30这边下杀1000点 这边是不对的 当天灌破15147跟多少 15000 那边是超跌 各位是不是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 超跌你要准备 因为我也不知道国安基金什么时候出手 我只知道跌破1万4 那是送你的钱 所以现阶段只是回到当初的超跌点而已 1万5 各位你知道吗 那昨天之前都每天跟你讲 15147以下叫仰空 资上叫嘎空 各位是不是写在这里 是吧 是不是 好来 所以你看昨天的一个大盘 外资 你说外资怎么会不知道今天要大涨 当然不知道 没有一个人知道 所以一天到晚跟你讲说 我知道未来是那都在骗你的 各位你知道吗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不然外资昨天干嘛卖175亿 各位是不是 投信昨天连续33天买 这都不是我们要关心的 要关心是这里 昨天有追杀盘 借券 借券增加5万4 有没有 我今天在盘中正好跟曾伟连线 对不对 我就跟各位讲关键在这里 你要解读证券 来 昨天8月10号借券增加54604 因为借券是大户 是一般投资朋友没有办法触及 这算是特权阶级的平台 包括大股东也好 包括公司派 甚至于说特定的组织 跟所谓的什么法人 可以去让兽贤拿股票出来借给他们 因为兽贤也贪婪 他想要赚高额的利息钱 这就不讲了 讲半天人性一半都是贪婪 人性99.9%都贪婪 各位 我要跟你分析的是这个 昨天借券增加5万4 借券第一个 富邦特选高股息30 1万张 台泥 中钢 长龙行 跟华南京前5名就是这样 没有在借券放空电子股的 各位对不对 所以昨天的一个借券是假的 就可以这么断电 好来 昨天的融资是不是增加19亿 哇 昨天神 昨天的一个什么赏户 那么神 昨天就知道 今天要大涨融资增加了19亿 各位看官请仔细看 我都给你带证据好不好 我一天到晚 不是在跟你卖数字的人 各位是不是 来 昨天融资增加第一名 元大互升300正二 原来是看好大陆股市 然后呢 第四名增加是元大 这个原油 他看跌嘛 对不对 还有富邦上阵正二 都两倍的齐全嘛 唯一就是去买长龙 长龙果然今天不长 我忍不住笑出来 各位对不对 这就是指标嘛 我一直跟各位讲 我们做股票就是要看这些指标 大户买什么 投信买什么 外资买什么 你这样才会赚钱嘛 我讲的有没有道理 有吧 所以得出结论来 昨天晚上 幸运之神降幅在台湾 不是降幅在地球啦 因为美国的七月通膨降温嘛 CPI 8.5 是不是低于预期 你不要讲说老师那这怎么解读 我问你美国股市有没有暴涨 大家不是在等这个吗 而且我还抓到了一个规律 你看之前每天在 每个月在创新高的时候 那个白宫发言人从下午就一直在 发消息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下午没有发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些特权阶级 真的很不公平 因为他们早就知道CPI 7 8.5了 所以昨天白宫发言人没有讲话嘛 各位有没有 是不是有一个蛛丝马迹 对嘛那也不讲啦 人家讲裴洛西他的先生 也一天到晚在炒股票嘛 也不用讲啦 各位来 你看看 所以昨天的道琼科技股 倍半全部都大涨 那怎么看 看这里 道琼近期新高 对不对 科技股涨幅最多 重回啊 牛市的怀抱 好 倍半还没有过前波高点 所以倍半坠落 所以隐忧还是在那一些啊 第三季的什么获利预警 包括辉达啊 跟所谓的一个美光 后面不要再扩散 各位你知道吗 那这样这个大盘就非常精彩了 因为八月份没有升息的干扰 再加上CPI这样 是不是九月份升两码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啦 是不是 所以你看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你注意看 最高的时候涨265点 那尾盘呢 几乎收最高 宝宝辛苦一下 给大家振奋一下士气 不用放鞭炮 打出啊 荧幕就好 对 涨258点 最高265嘛 差7点而已 强不强 还没完 其实今天一开盘的时候 非常精彩 全部多空都纠结在 到底要不要站上15147 我都有带证据来 不用急 来各位 是不是 15147到10点10分才出现端倪 可能准备蔡老师10点25连线 因为最高点10点35 正好我在场中 福星高照 涨265点 蔡老师正好在场中 15204 我要跟你讲的是这个 我们行家都在看内行的门道 不是在看热闹 我今天做一言心帮这个节目 就是要告诉你 都在看门道 你一定要看得懂 你如果一天到晚都只是在猜 上下 各位 那你去参加抑制游戏好了 有那种小孩子的那种六年级以下 什么红上绿下 那不错好不好 跟小孩子一起玩 股票这样是不会赚钱的 我再跟你讲 尤其技术面更是荒腔走掉 那一定是落后指标 各位是不是 所以你来看看 今天8月11号 是不是结束了仰空阶段 来到了嘎空阶段 对不对 15197 是不是站上了15147 对不对 6月30号 所以台湾股市已经还你公道了 你说老师 可是这是国安基金出手 你怎么知道 国安基金每天进出 也不会跟你讲 搞不好国安基金跟上次一样 两年前 国安基金出手 台股那边涨了七八千点 结果后面得出结论 他买不到10亿 各位对不对 他买不到10亿 各位对不对 所以国安基金也该打屁股 你不会多赚一些钱 你后面护盘就可以不要5000亿 你就可以拿一兆出来 这样股民多高兴 各位对不对 所以国安基金加油 好不好 不懂可以问 来各位 美元指数 昨天因为CPI低于预期 整个大跌 104.636 那台湾股市应该 趁着新台币今天大升值的时候 再大涨 300点400点500点 但是有那么简单吗 你看看 今天是近期新高29.925 但是只有12点前只有微幅的升值2分 这代表什么事 搞不好今天外资还是卖 因为昨天外资卖175 他突然之间南下要调整过来北上 尤其在高速公路下很容易出车祸 所以有可能今天是微幅调节 明天再大买 今天晚上的美盘帮上他的忙 这样就会整个大买 所以新台币今天不强 美元是跌下来 但新台币不强 各位你看了没 但是也不管了 反正蔡老师跟你讲的战胜恐惧的秘诀是什么 就是产业选股 是不是你可以看到吗 台积电昨天第一时间跟你讲 听说收视率好到报 感谢各位 支持蔡老师就是锁定57台 我都现场跟你解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有真实力的就没几个 市场不出五个 各位你知道吗 你看现在市场 起码500多个 再能给你乱分析 各位对不对 你看看台积电 昨天是不是弱 我为什么跟你讲台积电 这奇怪了 台积电产能满到年底 各位是不是 昨天是不是这样跟你讲的 我说人家董事长讲 卖来穷台积电 不要打台湾 你打台湾 你也得不到台积电 一场空 就跟人生一样 万贯家财都是一场空 而且老话一句叫 强摘的果子不会甜 所以说也奇怪 昨天下午听说 东海舰队就结束了演习 早知道我上礼拜四下午就讲 对不对 你演习三天变一天 台湾股市多涨个2000点多好 对不对 下次一演习我就拿这个出来 强摘的果子不会甜 看是东海舰队还是南海舰队出来演习 来各位 但是关键是苹果加持 台积电7月营收新高 所以是不是一个人的50 所以今天的台积电 最高收514很棒 但是他没过上礼拜五 516 这就是我跟你讲的 今天其实并没有大幅追价的力道 今天台积电开盘513 如果外资是今天 大局买进的话 台积电起码今天推到520 起码过上礼拜五的516 没有 所以我才会觉得 今天的外资的一个什么 就算买进也不会买多 各位你知道吗 希望后面赶快大买进 那关键是这个借券 借券是落在联电身上 有86万张的一个借券 赶快底部成立 好不好 现在收链了 突破 整个的 因为现在已经走嘎空了 所以你借券的大户心里要知道 我就是怕那一些大户 是公司派 那一些高层很坏 那一些大股东 不然你凭什么借券 赏户都不能借券 你们去借券 你去看看6770的利基店 跌成这样 不是公司派高层在借券吗 这是不公平的市场 各位 所以你一定要避免掉 凸婴 各位 大户回补力望 今天涨停 对不对 仅限1240 投信法人 买进的3661四星 今天都有买盘 对不对 那都不打紧 关键是什么 蔡老师跟你讲的一个苹果 是不是 今天早上再创新高 苹果光 所以华通 你看今天再创新高 是不是 523 那你说 老师怎么再创新高 怎么涨不上去 会不会因为我们昨天 逢高获利的一个关系 我不知道 我暗自窃喜 好不好 我们后面 想买华通了 赶快来报名 蔡老师已经赚恩变了 台系苹果链什么 台积电 红海大立光 真顶跟什么 华通嘛 真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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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121 是不是 是不是比ABF三雄强 好来 还没完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还有所谓的一个太阳能 各位 你看看 今天早上的太阳能 美国太阳能 ETF又大涨了 一个5% 是不是 又创新高 所以我跟你讲的一个元金 在今天 也是近期新高 各位 这还不打紧 还有一档是太阳能的一个浅不锈 蔡老师也帮你抓出来 各位 什么个股你知道吗 中美金 不仅细金元 各位 今天这个实质买盘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已经写在这里了 其他我不多说 产业介绍 你要联想到什么 自己去想 所以各位 7月份营收 总共有99档 营收新高 希望你要买都打在这边 设非标吧 你起码买着实在 不知道怎么买的 跟着蔡老师买 蔡老师公开让你验证 所以老话一句 蔡老师这边跟你讲什么 永远要保持正面心态 你要跟着产业走 投资才能长长又久久 跟着蔡老师走 投资才能长长又久久 所以蔡老师也邀请你 枪在手 赶快跟着我的讯息走 一通电话 彻底解决你操作台股的疑难杂症 我们把节目时间先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汇来 继续请蔡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一言信包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曾伟 来 赶一下进度 蔡老师一直跟各位讲 永远不要做空台股 我之前跟各位说 这个大盘先养空 后面嘎空 散户都在做反向的ETF 都在看空台股 希望你们可以赔产 不是 赔少一点 不要说赔产一点 蔡老师 心肠没有坏 我早就都一直预警了 是不是 你也要尊重一下国安基金 人家难得两年出手一次 尊重一下 各位是不是 不要去做空台股 好不好 四斤子总会发光 是不是 股票位上涨 就是研究企业前景跟营收 不是在炒作 你应该知道蔡老师在讲什么 我研究什么营收 注意看 昨天晚上8月10号 跟你讲蓬城 是不是 比较蓬城台办得为跟强茂 蓬城 7月营收新高 是不是 昨天187 蓬城 今天的蓬城 创近期新高 营收新高193 各位累累 是 中芯店 来 七七如沟桥四变这一天 对不对 蔡老师也跟你讲 破一万四就是最好的买点 中芯店 比较台达店 东元大雅 中芯店有没有 中芯店那时候55块 是不是中芯店 今天的中芯店 8月11号63块 是不是近期新高 各位 我跟你讲的都不是小股票 我没在说小股票 没有在讲主力股的 懂了吗 7月6号 跟你讲大力光 比较光学镜头 大力光 1710 跌45块 我跟你讲大力光的key 你相信吗 今天的大力光 2140块 近期新高 营收双针 我跟你讲阳明光 好 一档高价了 一档低价了 8月2号 月初张 跟你讲阳明光 比较郁金光 GIS 阳明光富财 阳明光 那时候跌两毛 收93块 今天的阳明光 各位你自己看 105 有没有近期新高 你自己看 我跟你讲 见准 7月28 跟你讲的 是不是 比较散热模组 见准那时候 38.25 是不是 今天的见准 44.1 有没有 再来看看信邦 8月8号讲 比较电动车充电 信邦那时候多少 269 今天的信邦 282.5 华瀚 7月21 都是下旬讲的 是不是 华瀚那时候多少钱 222 是不是 结果呢 今天的华瀚 近期新高 250 鸿海集团的 所以你还要去做空台股吗 后面股票 赶快去选 选不到的蔡老师来帮你忙 所以呢 老话一句 不论台股走长多或短线震荡 你都要认真寻找会大涨的股票 因为这样做股票才会快乐 明天礼拜五 准备好要买什么股票 要准备哦 你没准备的 蔡老师来帮你准备 枪在手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准没错 给各位父亲节最大的温暖 今天任务达成 今天结案 感谢各位的一个热情支持 我们一定会持续的赚更多支的涨停板 我们把节目时间交还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在所推荐 分析的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告 独立判断 审称评估 并且是资付投资贡献 生命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